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有声小说 恰似寒光玉娇阳 作者 炯炯有妖 演播 于小白及他的小伙伴们 第三集 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 林雀的表情简直如同见鬼 刷得一下子站了起来 把身后的椅子都给带翻了 卧槽 叶 叶娃娃 怎么可能 你 你去整容了 林雀称目结舌 可是 也不对啊 整容哪有这么快的 他前几天见他的时候还是那副鬼样子呢 叶婉婉气得都快要爆炸了 你才整容了呢 姑奶奶本来就长这样 还有 我哪里胖了 你给我说清楚 丝叶寒一贯慵懒空洞的面容上 浮现了片刻的恍惚 刺客女孩的毛子里 仿佛燃烧着两团火焰 久违的生动热烈 愤怒中的叶婉婉 突然感觉到一只微凉的手掌 缓缓附在了自己的发顶 如同安抚乍毛的小兽 轻轻地揉了揉 与此同时 月儿的声音 缓缓倾泻在她的耳边 不怕 叶婉婉顿时一睁 诧异地朝着思叶寒看去 她是疯了吗 竟然觉得此刻的思叶寒 温柔 叶婉婉回过神来后 才意识到自己似乎太激动了 有些窘迫得难难 我 我现在本来就不怕了 之前也不怕 一旁林缺立即神色严肃的 久哥 请你摸着你的良心 再说一遍 叶婉婉气得咬牙 思叶寒的目光 不紧不慢地朝着林缺看了一眼 成东那块地 我已经给远达了 林缺顿时傻眼了 啥 不带这样玩的啊 久哥 不是答应给我的吗 怎么又给别的公司了 你 你到底是已经给了远达 还是刚刚那一秒钟 才决定给远达的 刚刚 林缺无语 迷满 就因为刚刚他说了夜晚晚怕 你 你 你这个昏君 林缺气绝 只见思叶寒不仅不反驳 似乎对这个艾成还挺受用的 面无表情地开口道 你该走了 艾事 不仅是个昏眷 还是重色轻咬 竟然嫌他爱事 林缺的心碎成了渣渣 累奔着跑了 林缺走后 客厅里便只剩下了夜晚晚 和思叶寒两个人 刚才有林缺在的时候还好 林缺一离开 夜晚晚原本放松的神经 顿时紧绷起来 身旁那男人的存在感 也瞬间无限地放大 来 多吃点 盘子里多了一块 他最爱的那家早餐店的 限定小笼包 夜晚晚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从他现在开始 思叶寒对于他的改变 竟然从头到尾 都没有任何特别的反应 林缺那样的反应 才是正常的吧 夜晚晚没忍住 问了一句 思叶寒 你不觉得 我今天哪里不一样吗 思叶寒又给他夹了一只虾脚 什么 我的样子 思叶寒挑眉 有不同 夜晚晚顿时被噎住 这个男人是不是虾 是不是虾 男人看着女孩黑着脸的模样 微微抬毛瞥了他一眼 随后 云淡风轻地开口 还是一样的可口 夜晚晚无语 一样的 可口 他以前那惨不忍睹的样子 他竟然也觉得可口 还觉得他现在这个样子 没有什么不同 夜晚晚表示 被某变态的口味给惊呆了 所以说 他折腾了这么多年 果然全都是白折腾了是吗 夜晚晚简直想死的心都有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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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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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